小小选手们在游泳池中准备就位 裁判一声令下 选手们马上出发 年纪比较小的选手们拿着浮板打水前进 有的大朋友们这已经会由自由市 为了推广游泳运动 急急正宫所特别举办113年急急正长辈游泳比赛 新一许多选手到场共襄胜举 其中急急正立游泳池的环境与水质都广受好评 主办单位也希望透过办理竞赛活动 能够让选手们透过竞赛互相交流 今天是我们113年 那个阵长辈的游泳比赛 及水资源的那个宣导活动 我们那个急急正的游泳比赛是 每一年都会固定举办 主要是要推广我们正名的那个游泳 然后发展我们的体育 然后让我们的正名可以 就是说借由体育 借由游泳来促进我们正名的那个身菌发展 越来越健康 我也在这边祝福我们各位参赛的拳手 可以都获得佳击 我们游泳池 我们急正正长他非常用心 每年都会争取很多经费来维护这个游泳池 所以这个游泳池请大家放心 它的水质绝对是最安全的 然后欢迎大家踊跃来游泳池来游泳 先议员黄春林则表示 急急正立游泳池不但环境好 水质也有所保障 这次举办游泳比赛是相当有意义 一方面能够让选手们 检视自身的学习成果 另一方面也可以通过运动互相交流 接下来我们机器正工作 办理正长杯游泳比赛 提供给我们这内各级学校的学童 来参加比赛 趁这个机会也锻炼自己的勇气 在让礼拜条里面 让他学习了一个运动精神 也凝聚我们这里的证明 能够关心我们学童提供一个 正当的体力休闲活动 主办单位也强调 举办比赛的目的最主要是 希望透过赛事的举办 可以让选手们互相切磋学习 尤其游泳池的环境与水质管辖 都是相当用心的在维护 也欢迎大家可以多多利用 记者邱平易 集集采访报导